传说中蜥蜴来了 都得捂着屁股走的印度又翻车了 也不能算传说 真事这是 这两天一个海外骑行女网红 去印度被欺人侵犯 还是当着她丈夫的面 这个网红的内容就要像是 皮佑和胡远行的结合版吧 35岁骑机车5年 游历63个国家 从非洲到欧洲再到亚洲 没事在野外露营 偶尔再秀秀身材 一直都是顺风顺水 结果就是再进入到印度当晚就出事了 夫妇二人刚在路边搭好帐篷 七个印度男人就冲了进来 我估计其实这几个印度人 已经盯上那么很久了 否则也不可能挑这个结果眼 一开始他们就把夫妇二人团团围住 抢了几家东西就不继续拿了 但是也不走 网红老公一下就意识到了 就是想侵犯他老婆 这他肯定是忍不了 一上来就要一个打七个 那结果也是可想而知 被七个葫芦娃拿起摩托士头盔 就往他脸上砸 而女网红的情况更糟 拼命反抗他 被几个印度人用石头狠命砸头 还好他当时带了后悔 否则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 反正就是一直打到他再也无力反抗 七个人就轮流把他给侵犯了 那现在印度警方抓住四个 还有三个下落不明 其实这种强奸案在印度已经快成常态了 否则这个网红老公 也不会在报案的时候跟印度警察说 印度人对待外国人 就像对待自己的女人一样 腐败的社会真可耻 之前印度女性明锐恰查达也说过 印度女人被轮番侵犯是常态 无处深渊 之前就有过一桩震惊全球的黑公交强奸案 当时一个女大学生和他男朋友看完电影 回家路上上了一辆私人运营的公交车 结果车上六名男子就将其男友围忧后 关押到驾驶室 然后将女生拉到车厢后轮番羞辱 最后就导致受害女生不治身亡 那三斤说的这些都还是能播的 实际上更多新闻要离谱的多 从某种层面上来说 印度还确实是超级强国 这些都已经是超级弱了